大家好我是导姐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专题就是一个西装的合截 这次打算用边讲解边展示的一个形式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专题 第一件就是这个超短款的藏心色西装 那这个西装是还蛮有日系感的 它的版型是今年还蛮流行的一个版型 我觉得很适合小裤子穿 会凸显的西装本身的日系感 我这次搭配出来的风格也是比较有日系感的 除了基础单品的搭配 我觉得配饰选择也很重要 那我这次选择的配饰 像这个包包啊还有这个帽子 也是比较有日系感的单品 像这种超短款的西装 我个人是比较建议搭配 显得下半身细长的单品 会显得比例比较好 例如我上搭配的这一条黑色长款的直筒裤 我觉得整个比例显得就比较好 显得比较高 第二件西装就是这个灰色的短款西装 虽然它的长度比刚刚的藏金色西装 会稍微长一点 但是还是比较短款的一个西装 它的版性和面料是比较挺阔一些 颜色非常美 比较高级的灰色 搭配公式就是西装和黏衣裙的一个搭配 整个呈现出来的风格就是比较时髦利落的感觉 那为了加强这种风格感 我选择的配饰也是比较个性化时髦一点的单品 这件西装我之前也有搭配过其他裙子 我觉得还蛮适合搭配裙子的这件西装 因为它长度是非常正好的 能露出裙子的一些边边 我觉得显得非常可爱 像这条裙子我之前也有分享过 是一个比较有设计感的一个裙子 这样看我腿好像有点粗 是的比之前好像粗了一些 第三件西装就是一个比较有个性化的西装 那这个个性体现在两点 第一个是它这个颜色 是一个非常清新的牛肉骨的颜色 第二是它的一些小设计 例如这个牛肉骨的设计 我觉得都还挺妙的 对于这种靓丽的单品 我一般选择其他的单品都是比较基础一点 那我这次索性里面搭配的内搭 都是选择的一个白色系 也是为了凸显西装外套嘛 选择的配置其实也是呼应整体的一个风格 就不会抢我西装外套的这个系 风格也不会显得很繁琐 然后也不会显得浮夸 整个看上去还挺和谐的 接着我把白色裤对裤换成了白色摆折裙 虽然只是换了一个单品 但整个看上去会更加柔美一点 第四件西装是一个比较基础的西装 它基础第一个是它的颜色选择是一个基础色灰色 另外它的版型就是现在市面上大多西装的一个版型 这件西装的面料和质感我觉得还是蛮好的相对于它的价格 因为像这种比较基础的西装 其实它的搭配工时可以套用很多个 那我这次选择的就是本T和扩腿裤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搭配 因为想突出整体的一个风格感 所以我打算接着从颜色入手 所以说我内搭的颜色选择的就是以藏青为主色调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藏青色和我外套灰色也是挺搭的 所以说虽然单品没有过于突出 但是整体的颜色还是比较和谐比较统一的 看着也是比较休闲的一套 第五件这个西装是我之前跟你们分享过的一个中骨的西装 它的特点就是非常阔 因为像这种阔型的西装 我一般会搭配同样阔型的内搭 像我这次选择的也是一个比较阔型的白衬衫 下半身搭配的是一个半身裙 这条红色的胳膊半身裙也是为了呼应西装上面的一个红色部分 另外也呼应整体搭配出来的一个负感 所以我配饰也是选择的同样有负感的一个BV的中骨包 GIA这个西装同样是比较有负感的 但它相对于刚刚分享西装都会比较厚实一点 然后它的面量也是比较挺破一些的 它的整个版型我觉得也是刚刚好 不会过于修身也不会过于宽松 这次也是选择的同系列的一个半身裙组成一个套装 因为我觉得套装还是比较有统一性的 所以我在配饰还有内搭选择上都是加强整体的一个风格 这种风格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我觉得不会那么浮夸 因为它颜色还是比较低调一点的 然后风格感又特别明确 把半身裙换成牛仔裤 然后整体的话会相对于更加实装感一些 也是蛮好看的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轻腹感的感觉 接下来这个西装虽然跟刚刚那个西装颜色差不多 同样也是选择了一个套装 但是整个呈现出来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这一套的感觉会非常俐落概念的感觉 我觉得很适合OL有种霸道存在的感觉 为了突出这种风格感 我在配饰和内搭选择上尽量就是比较低调一些 然后比较有质感一些 接着我换了配饰 然后再把裤子换成了半身裙 整个风格会更加女人感 然后时髦一些 接下来这个西装就是一个人字文的西装 它的特点就是不仅宽 然后还长 在搭配这类扩型的单品的时候 我里面一般会选择比较扩型的内搭 下半身我尽量选择一个比较高 腰显腿长的一个单品 这样不会让整个人看上去特别小 然后被整个外套给包围住 搭配的这个碎花裙 颜色也不会过于亮 然后也挺呼应整体的一个感觉 然后换上运动鞋 再搭配一个大的包包 再把裙子换成一个垂感的长裤 整个风格就是会比较休闲 虽然看上去比较简单 但这一身真的穿上去特别舒服 然后我觉得在限制当中看上去 也是比较大气的一套 最后一件西装是一个黑色西装 但是它相对于普通的黑色西装 它的面料只是重点 是一个灯性装的面料 那灯性装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就会多了一点复古感 所以我整体这次大概也是 想做一个轻复古的感觉 配饰的话 我也是选择了一个灯性装的帽子 还有一个黑白广格的这个包包 那这个包包我觉得也是跟整体 南海风的感觉也比较契合 这套的风格其实也是 我自己比较会尝试的一种风格 日系南海风的感觉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